朋友也遇到就是說 有兩個大叔也是一樣 就是愛面子 結果兩個都昏迷不醒 被朋友 大叔也愛面子 對... 那這兩個大叔就是說去 一起去參加一個 朋友的生日宴會 那到了那生日宴會裡面 兩個都說自己酒量很好 那朋友就... 大家就起哄啊 就說那你們兩個比賽好了 看到底是誰是九國英雄 結果他們就拿了一個 七百五十CC的高涼酒 然後就兩個人 五十八度C的 然後他們就是 一人一次喝半杯 然後假喝完了就已喝 已喝完了就假喝 然後看最後誰先倒下去 比到最後 有一個就一直吐 吐了以後就開始 全身抽筋起來了 然後朋友看得不對了 就兩個一起趕快把他送來 我們急診 然後來急診的時候 兩個 好可怕 完全叫不醒 然後酒精濃度非常的高 那有一個打了以後 就發現就是說 還是呼吸好像滿困難的 然後原來 我們給他照了一光 整個右邊的肺都白掉了 就有呼吸衰竭的情形 那我們研究起來 可能就是吐的時候 有一些嘔吐物就 到氣管裡面去了 然後趕快給他擦管 然後送加護併伐 然後經過了大概一個多禮拜 他才慢慢狀況好起來 出到賭就全力以負對不對 所以我講的故事 也是跟剛剛兩位醫師講的一樣 就是有關酒的故事 我那時候碰到 是急診就 就是宋海的三個年輕人 那年輕人看起來 他們那個脖子上 還打著領帶穿著襯衫 有兩個全身抽搐 然後一個就大小便失禁 好嚴重 那這叫酒鬼 喝醉酒了 因為宋海來人就說 他們就是日商 然後就忘年會 那忘年會他們就拚酒 他們也不是拚 那年輕人是被逼著拚的 因為他們對課場 要一杯比三杯 然後對經理 要一杯比十杯 然後對到什麼總經理以上的 就是一杯要比二十杯 其實很像以前我們醫生 那種外科部的 那種疑心問問 對 外科部 對 你不能因為 江哥進回來就這樣子 那個以前我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醫學倫理 對 好倫理 醫學倫理 對 就是說跟長那個上級的 像譬如說 實習醫師跟住院醫師 一定要二對一 對總醫師要三對一 對主治醫師要五對一 主任的話就是十比一這樣 我的天啊 就把外科都是高粱啊 然後那個內科就紅酒 我們兒科又多牛奶 你少來你 真的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住院醫師已經 因為我們現在住院醫師 士大科招呼不易 現在內外父兒招竟然都是寶 所以我們怎麼敢灌他們酒 主任要十杯 主任要十杯 對 對你要好好留著 對啊 然後他就啤酒 我想說應該不會到這麼嚴重 就抽血一咽 他他們體內的血鈉啊 只有我記得一個是一百零五 然後這個 好低喔 正常應該多少 我們正常的血鈉要在一百四十左右 只是喝個酒竟然可以降到這麼的低 我們那個酒精其實 它就相當於純水的意思 當你喝一堆純水進來的話 那個滲透壓就會降低 就是你的水分多於你的鹽分 那你的鈉就會被稀釋掉了 那腎臟應該會要有一個處理的動作 偏偏這時候 如果你短時間是你的量太大 超過腎臟要處理極限了 那你的血鈉就會降低了 對 所以我們這種叫做水中毒 喝酒也是喝到 不是酒精中 它是喝到水中毒的 那你鹽分降低了之後 就是會造成乳內膏壓 因為就是你腎後壓低了 水分會往細胞裡面跑 會往腦細胞裡面跑 那往腦細胞跑 你整個腦就會水腫 那水腫就會造成乳內膏壓 那乳內膏壓之後 病人就是一些症狀全部都出現了 有些人就是 就是鼻血會發作 大小便就失禁 甚至嚴重的 呼吸中止都有可能 不過這就是告訴我們故事 就是你要去拚啤酒可以 其實啤酒要拚到酒精中毒不容易 怕會是水中毒 那你就會發現 外面有一些酒吧 為什麼會有一些免費的下酒菜 一些瓜子 小魚乾 因為它提供你一點鹽分 鹽分 因為那些東西都 但是有道理的 對 因為你在拚啤酒的時候 這些免費的嘛 我就夾來吃 夾來吃 那就至少我們可以讓 體面的滲透壓維持一個 比較正常的狀態 這樣子它比較不容易倒下來 你們吃 不然你們太早給我喝到掛掉 我生意就不用做了 吐過嗎 有它生存的必要就對了 是 夠下酒 夠添 對 所以這裡的禁語是 空腹不要拚酒 什麼鬼 不要拚酒 好拚酒要被下酒菜 什麼鬼 但是我必須說有時候男生真的 有時候還滿可憐的 比如說這是為了顏面嘛 所以要拚 我要講這個案例 我覺得很好笑 你可能很難以想像 就是說一般人 如果說你在街上如果被狗咬到 你應該會很緊張對不對 對 那你可能趕快去 把狂犬病疫苗嘛 其實台灣現在已經 沒什麼狂犬病疫苗 還是會去嘛 他已經有打狂犬病疫苗 這個案例 而且這個案例最有趣的是 他們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一對男女都很年輕 就是大學男女生 大家都有看五天屠龍記嘛 你記不記得趙敏 在張無忌的 被手背上咬一口 留下了愛的印記 就是你是我的 然後他說 那這樣我們也來吧 於是 這兩個都是這個 書迷的情況之下 這個男生就很大膽的 提供他的手背 給他女朋友咬一口 想說咬一口也還好 對不對 自己的女朋友咬一口 能怎樣呢 沒想到就咬一口咬下去 女朋友還真的滿認真 留下愛的印記的 咬得還挺用力的 就受傷了喔 剛才發現 傷狗沒有想像中跑得快耶 對 開始呢 就有一些湯湯水水啊 開始腫起來了 那牙齒有在上面嗎 牙齒有拔 有在 拔裡面 然後就發現 不對耶 沒有 傷狗沒有想像中 那麼好癒合 然後開始紅腫 開始會老腾的 開始覺得這個愛的印記 好像有點 從好漏變爛漏了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勁了 所以趕快去找醫生 醫生還說 其實你這都已經改 都瘋瘋性組織眼了 幸好你現在要來 不然就事件大掉了 對 那你覺得醫生 其實真的沒有糊弄他 因為台灣曾經有一起恨 登上國際起刊的案例 是怎樣呢 那個不是愛的印記 那個是恨的印記 那一對男女呢 也是那個女生 咬的那男生一口 然後呢 因為當時在吵架 在酒 那個女生喝了一點酒 就狠狠地咬那男生一口 咬得很深 雖然傷口不大 但咬得很深 當下那男生也覺得沒什麼 可是後來就發現不對喔 他那個不但呢 也是開始發紅出來 怎麼還開始身體冒紅疹 然後他開始發燒 不對 已經送到醫院去 醫院還把他收住院 住院之後就發現不對了 他有那個毒血症 因為他整個已經有那個叫做 壞死性膝膜炎 然後一抽血 它是什麼呢 就是A型鏈球菌 就是俗稱的 滋肉菌 然後A型鏈球菌 已經隨著他的身體亂跑了 所以他竟然因為那個 恨的一口 感染了心肌炎 心肌炎 那個菌沿著他的身體跑 跑到心臟感染 他的心臟肌肉 心肌炎他差點死掉 對啊 算了 不過就是剛剛講到說 有時候對這種婚姻 愛情有時候真的是 有一點盲目 那我記得曾經有一個 這個 很久很久以前的藝人 那他當時 來看我的原因是說 他說他懷孕了 然後就說希望說 詹醫師你可不可以幫我 把這個小孩拿掉 那當然我就說 第一個我不做 那第二個我們還是會 稍微問一下 那結果他的情況下就是說 他事實上喜歡A 這個男生 那A跟B呢 這兩個是好兄弟 就是住在一起這樣 然後兩個人都很好 那可是A對他是 沒有什麼感覺的人 反正這個B 這個 對他很熱情這樣 然後他就為了要吸引 這個A注意 就跟B很好 結果呢 到最後就假戲爭奪就懷孕 說女主角是女藝人喔 對不對 不是我... 我沒有什麼A跟B的 亂套隊 女藝人啊 真是 回想起就曾經 以前在住院醫師的時候 在急診就遇到一個 非常誇張的一個行為 就是病人就喝醉 結果跟人家打架 就打完進來就好幾個地方 就挫傷 就是滿多的傷痕 然後來的時候他就說 可是我們那時候的總醫師大人 就摸一摸 覺得骨頭都還順的 而且其實也沒有明顯的腫脹 就是有一些 黑小小的瘀青一點點 那可是這個個案就跟他說 那總醫師火氣就來了 因為他就覺得 你不該指揮醫療 那個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就跟他說 這個沒有骨折 所以不需要照X光 就算有一點點的裂痕的話 也不必要做什麼進一步的處置 所以就是觀察 他就更不高興 你現在就給我照 不然就給我掛保證沒有事情 不然我換告訴你 那總醫師 火氣也太大了吧 總醫師火氣更大了 學長就直接跟他說 你現在就是不需要照 反正現在摸起來就是沒有事 要照就自廢 然後那個就很狠狠地說 你給我注意 我保證一定有事 然後就離開了 然後學長心裡還是有點剉 那結果過一陣子之後 回來之後 他又繼續又再次來減傷 又掛進急診了 然後就說 他手骨折要就診 然後我就想說 他怎麼就來亂了 結果一去看 手真的就是這樣 水一陣子 然後真的就不能動 一看就跟剛才就是不一樣 然後 有眼睛的人都知道 他骨折 不用照X光 因為真的太明顯了 然後他說 這麼嚴重 有沒有看到 他就說 有沒有 是骨折 然後那個總醫師就嚇傻了 趕快叫我主治醫師出來擋了 就一吊監視器發現 那個人走出急診之後 馬上手大力往欄杆 那個人直接用力一敲 直接敲斷給你看 那就是我給骨折 我骨折給你看 敲完之後又掛回急診 這是 這刷存在感的方式真的是 到底在幼稚什麼啊 對不對 真的親啊 對啊 什麼 什麼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